了解這些參數的使用方法 就可以得到更穩定和理想的圖片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看怎麼使用吧 Uplight 提供的細節比較少 讓畫面更柔和 長寬筆 這個功能我覺得蠻好用的 因為它的預設照片都是1比1 那我們現在可以輸入幾比幾的數字 可以控制它畫面的長和寬 有不一樣的效果 Test 讓畫面更有層次感更漂亮 那需要注意的是在測試的過程中 發現一次最多只能生成2張照片 C 可以輸入大於0的整數 有號碼就可以再試算出類似的圖片 Send C 看剛剛的C有點雷同 這次輸入的號碼它會一次生成4張類似的圖片 那我認為這個功能是在你發現有一張圖片是你很喜歡的時候 可以使用Send C 的功能去做一點點些微的變化 Start 指定完成到多少百分比 例如生成圖片的時候設定在70%左右的完成度 效果就如同現在下面看到的這兩張照片 Video 得到AI算圖的過程影片 但它目前針對Opsteel過的照片沒有辦法生成影片 IW 若有輸入圖片連結的話 這個功能可以增加圖片的權重 IW 的預設值為0.25 下面這張圖片是IW設定為1的時候 若沒有先輸入Seed 號碼 要怎麼拿到預設的號碼 同時也可以拿到算圖過程的影片 在圖片的這裡按右鍵選擇信件的圖案 或者是加入反應這裡選擇信件的圖案 這裡會跑出一個信件的圖案 那在私人信箱裡面就會出現 算圖過程的影片和總值的號碼 以上的參數設定都是可以幫助畫面跟圖片更穩定更漂亮 但是不能忘記的是精確的關鍵字才能最最貼近想要的照片 那我自己的話是如果沒有靈感的話 我會去參考其他玩家的照片 然後研究他們是如何輸入關鍵字 因為Bdreamy深層圖片的功能真的很強大 有時候看他所深層的圖片就會深深被繳密 觀察他的構圖啊 燈光 色彩和機靈等等 這樣就會看很久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體驗看看 那也歡迎留言分享你們深層的圖片連結喔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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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